在中国最南端的寺院做五个月一工是一种什么体验 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我现在就在中国最南端的寺院 三亚的南山寺 这是我到过的第七十座寺院 2021年五月份至十月份 我在这里做了五个多月的一工 时隔四个月我又回来了 很多年以前就有去寺院做一工的想法 去年机缘成熟 终于如愿一场 我在寺院里的工作主要是在大辽帮厨 每天为寺院里的僧人工作人员 还有乡客们准备斋饭 另外还要做一些寺院里面清洁打扫的工作 每天至少要准备大约一百多人左右的斋饭 我们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要起床 因为寺院里的僧人五点上早课送经 六点十五分就要打板吃早饭 有一位负责熬州的一工 每天三点半就要起床 真的是很辛苦 晚上九点准时熄灯 整座寺院就安静了下来 虽然每天工作很简单 但是寺院里有活动时 来寺院吃斋饭的乡客就很多 工作量就会非常大 有的时候会来几百人 一天忙下来身体有些疲惫 但是心里却很洒脱 听着繁备声 送经声 心里妄念执念 慢慢也减少了 在寺院里要爱惜寺院里的一草一木 一滴水一粒米 从寺院里出来后 也养成了西服 节约水电 节约食物的习惯 每天工作做完呢 就可以去海边吹吹海风 听听海浪的声音 和其他义工们一起聊聊天 在这里呢 忘却了繁尘俗世的一切烦恼 安心的修心养性 沉中木骨 安之若树 在南三寺做义工的几个月 是三亚最热的季节 也是给我留下很多美好回忆的几个月 在南三寺有缘结识了一些人 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能和他们一起精进 也是我的福报 从他们身上 我看到了什么是无私的发心 就是以没有任何索取心 和回报心的去付出 从他们身上 我明白了放心 不是不用心 而是把心安顿 从他们身上 我懂得了随缘 随缘 不攀缘 随缘 不变 不变 随缘 如果你有时间 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寺院里做义工的乐趣